今天上周的话,上周起个大稿 颜色淡淡的涂了一点 上周主要是把这个东西的位置 比例、宽度和黑、灰、白三个颜色 基本上涂了一下 今天画得更具体一点 再把上周的形画得准确一点 错的,不该画的,先蹭一蹭,蹭掉 尤其这个鸡蛋啊,是白色,应该给它提出来,很亮 白色的鸡蛋 白色的鸡蛋蹭出来 好,然后呢,这个是铜的底盘 画得很对称的啊,这个东西 画得很对称的啊,这个东西 画得很对称的 你应该在我后边拍,在这儿,从肩膀上我下拍 那个全是变形的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我的透视再找一找啊 也是对称的一个图圆形 然后这个重的地方呢,加重一点 啊,把高光留出来 这个图圆,这个图圆在我高光留出来 这个图圆,这个图圆在我高光留出来 金属的效果啊,比如说,体现出来,它亮的时候很亮 它跟它挨得很近的暗面,那图圆又很暗 我高光留住,这个高光,它显得像金属的效果,这是第一步 应该把那个同声的翻译就好 这个也是这个高光的亮度留住 把重的就是画上来的 这个暗面啊 它里面的暗面,你又高光 但这个高光就不用像这么亮了 基本上这么亮就可以了 不用蹭 按这个画一画就可以了 有的就是没留出来 以后蹭也行 没关系 这壶是第二步 基本上就到这一步 这个好像位置摆了有点问题 这个瓦在这 这个瓦 看位置错了 很讨厌啊 来了 在这儿 现在画这个瓦 几乎是这个画面里最重的一个颜色 黑的 所以不要客气 使劲 看 看 多黑 是吧 很重很重的这个地方 非常重 不要怕画得太小 可以使劲 还有这个瓦的大也很重 可以画得重一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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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有一块那个 银色的那个瓦 金属留住 留住它 画出来先留住它 把其他的黑 这地方 重下去 这个虽然黑 它也有亮面和暗面 暗面的给它重 看在画的时候 这个勺 中间有一个 金属的条 从这儿过来 流出来 不要蹭很费劲 它这勺也是有一个高光 有一条高光 蹭出来之后 其他地方重一点 一定要画出金属的效果 同时把影子再上去 都处理一遍 就把这些影子再处理处理 就把这些影子再处理处理 让这个 光源啊 很明确 从这儿过来的 啊 嗯 这个暗面整个要 整个要 整个要重进去 这上有几个亮点啊 这个 灯光啊 窗户的 反光的高光流出来 其他地方要重 不然重 画头注意了呢 它这个铜的啊 跟这个金属的 金属的质感不一样 它发污 啊 朦朦朦朦的效果 这都是周围的反光 有它深浅的变化 画的时候直接就处理出来了 这底下呢 有一个这个底座 底盘的一个厚度 画出来啊 这不是一个薄的板 它是薄的 还有厚度 这上也有小小的高光啊 但是不用很亮 别人画周围的 把中间留起来 就OK了 这里有个高高 提出来 啊 这里有个反光 啊 朦朦朦朦朦 我们这里有个反光 金属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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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